中国在风洞上取得了怎样的发展? FL-51风洞对于轰-20的研制有怎样的促进作用? 中国轰-20的研制取得了怎样的进展? 这对中国将有怎样的意义? 我们都知道,现如今,中国二龄家族随着歼-20、运-20、直-20相继闻事 这就是中国二龄家族还剩下一直都保持十分神秘的轰-20还没有闻事 虽然此前有很多关于轰-20的消息 但是始终只是直打雷不下雨 完全没有见到任何关于轰-20的影子 这难免会使居民朋友失望 但与此同时,还是对轰-20满怀期待 希望其可以早日正式闻事 居民朋友们之所以对轰-20充满期待 这主要是由于轰-20作为中国首款战略轰炸机 采取飞翼设计 航程将达到12000公里 而且可以搭载45吨弹药 并且轰-20的12000公里的航程 将会使轰-20的打击范围 可以覆盖美国的夏威夷 所以,其对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极大提升中国空军战斗力 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因此,军民朋友们才会如此期待轰-20正式闻事 然而,关于轰-20也有了最新消息 这部近日据报道称,中国航空工业器动院依托4米量级低速动态试验风洞 FR-51风洞 在开口试验段顺利完成了小展显笔飞机标模水平风洞尾旋模拟实验 此后,在此次风洞测试中 有翼模型机正在进行测试 从外形来说,该模型机的翼身融合很像是B2和F117A的融合 后部的五尾翼设计以及平行设计都接近于B2 而前部的非翼形结构又和F117A很相似 然而,有分析人士将其与轰-20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是一款低速风洞 主要用于动态试验,测试飞定长期动力 过失速机动,特别是起飞着陆阶段的空气动力性能 因此,通过这一模型 我们有理由猜测轰-20已经经历过了起飞着陆 失速等空气动力性能的吹风动模拟 这对于轰-20的研制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,在报道中还提到了一个翼间可动 这可能也是用于轰-20的一种特殊气动技术 用于解决飞行器的尾旋特性 并且从图片上我们不难看出 所谓翼间可动就是在飞机的翼间部分设计成和精翼相同的机构 可以进行插动 这比B-2的固定式翼间精翼似乎更加先进 仅从风洞内的模型来看 使用这种翼间可动机身的机型 将比B-2更加隐身 整个机身完全浑然一体 因此,综上所述 有飞行人士指出 本次试验成功验证了试验系统的伪旋模拟试验能力 为飞行器伪旋特性研究提供了新制试验技术 这对于中国研制轰-20提供了技术支持 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完成对轰-20的研制 所以,这对于中国在轰-20的研制上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那么,什么是风洞能起到怎样的作用?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,风洞是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控制气流 用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气流的流动情况 并可量度气流对实体的作用效果 以及观察物理现象的一种管道状试验设备 它是进行空气动力试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风洞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是同航空航天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风洞广泛用于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基本规律 以验证和发展有关理论 并直接为各种飞行器的研制服务 通过风试验来确定飞行器的气动布局 和评估其气动性能 据悉,在风洞这一领域 中国一直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甚至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 居于世界风洞发展的第一位 因此,中国的风洞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极其具有权威性的 而中国首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超声速风洞 就是JF-12激波风洞 它的主体是一根架起来半人多高金属质地的长管子 身长达265米 而中国的JF-12激波风洞的长度 在世界上也是居首位 此外,中国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风洞 气动院自2020年开始 对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首座低速风洞 FR-5风洞的软硬件条件进行了升级改造 并致力于实现其参观交流 实习培训 科普教育 气动力研究和新技术验证等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目前正在研制的JF-22激波风洞 有专家说 一旦研制成功将会碾压美国20年 那么中国的JF-22激波风洞 真的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吗? 据悉 美国的LENS-2风洞 是利用加热压缩氢气体原理 而只能是达到7马赫 但是 这在中国还没有研制出风洞之前 确实是创造7马赫维持30毫秒的记录 而在中国风洞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后 那将是全面地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的风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在风洞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也使中国完全有能力 可以加快对轰-20进行风洞测试 以此来加快对其的研制 能够更好将其研制出来 这对于中国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 这就使人感到十分振奋 因为这也预示着轰-20的问世时间 将越来越近 也将引起更多的期待 这主要是由于 轰-20对于中国空军的未来 将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直接将中国带入全球战略空军地位 而且最重要是将完全打破 美俄两国在隐身轰炸机上的垄断局面 其意义将超过歼-20隐身战斗机 而且轰-20轰炸机具备的跨洲际打击能力 也将让中国在远程和威舍力量 再次获得重大突破 此外 轰-20一旦服役 将为中国空军提供真正意义的 洲际打击能力 而不是依靠着轰-6家族轰炸机理论上 覆盖亚太地区的打击能力 因为轰-20的核洲际打击能力 将使美军在夏威夷和关岛军事基地 优势荡然无存 而美军为躲避中国东风快递 东风-26B和东风-21D反坚弹的导弹建立起来 所谓战略基地也将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此外 轰-20隐形轰炸机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作战形式可以多变多样 能够适应各种作战形式的要求 它既可以和飞机群一同作战 又可以和航母搭配作战 所以它可以称为是万金油 这就是因为它的适配能力较高 能够在不同的作战中发挥最大的优势 才可以取得最好的胜利 所以 正是由于轰-20具有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这就是中国加快了对轰-20的研制 现如今随着轰-20模型在进行吹风动测试 这也预示着中国加快了对轰-20的研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空军的发展 因此 随着此次轰-20模型机的露面 这也预示着中国也确实是又在加快对轰-20的研制 现如今 中国轰-20战机的研制进度也将会不断加快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新闻-20战机的研制进行 我们都要收拾起来的 金战机的动作用 这只是发生效应该的 这也是结合的